这个被吊在房梁上被打得直叫的男人就是 当然 此事他名为张仪 此刻正在楚国令营府上做客亲 现在府上丢了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 穷得可怜的张子就被吊起来打 面对张仪的连连求饶 府上的家丁是真不客气 表示你再不招供我就把你舌头搁下来 张仪一听直接两眼一翻 施展技能战术性昏倒 接着这位日后让战国群雄都黯然失色的男人 被当作垃圾丢到了大雪堆之中 被一袭红衣的敏丫头给捡到了 听到此话张仪放下了心 吃饭的家乎事没丢就行 天间浪漫的敏丫头也好奇啊 好歹你一代关中大侠神笔书生 怎么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丢在雪地里了 你要这么说话张仪可就不客气了 他一下就吃冷起来 这一通地狱黑给敏丫头逗乐了 张仪心子你哥这听相声呢 当即起身拱手失礼 直接要去另寻前程 前脚装完后脚就击成鹿鹿 一个划铲摔在了雪地上 要不是敏丫头把他捡回去 只怕张子还未出山就得半道崩俗 只不过昏过去的张仪还不知道 他的名字却已经被赢四知晓 在大秦整肃老士族势力 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 山东六国依旧保持着 你踢我一脚我给你一拳的战国 丝毫没想到一台崭新的战争机器 正在咔咔作响 这一切的情报 都有秦国秘史暗自报个影子 大魏王养了十年兵又要开战了 当然还附赠上了一位书生的惊骇言论 秦有鲁郎之君 鲁梁城重苦力登战御 初有好战之王 鲁略林邦然之一 娇奢苦民 可怜天下招勤目处 苟活四强 不如伐强自保 何三进所勤 连月鼠弱处 此乃何纵之策 林若国 以抗强 迎四默默地放下 只感觉 仿佛又找到了那种感觉 如左振战 如莽慈悲 如耿在后 迎四待了半场 愣愣地吐出一句话 何人送信 为人张仪 正 可许 显然 这个陌生的名字 已经进入迎四的人才被选名单 毕竟战国有句老话 为国出品 必属精品 抛开大秦不谈 难道草原就出不了人才吗 眼前这个正在进行人类幼崽培育计划的年轻人 不就是义渠第一恋爱脑吗 这位义渠王子 对于米丫头 给自己取的名字非常不满意 还没有自己这个义渠亥好听呢 还表示自己的名字可有大讲究 亥就是野马 野马就是天马 开玩笑 我义渠亥是什么人呢 我就算从这儿跳下去 死外面都不会回草原 米丫头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那我要是不走呢 义渠亥 直接恋爱脑上头 两个人就打算在这云梦泽 夜以继日 日日夜夜 一日三餐 白日做梦 拨云见日的生活在一起 两个人说罢了 再站坐一团 这剧情 咱们就直接跳过 快进到王叔夏中原 来找楚国大人令尹 一出场 义渠亥就展现了一波 经过米丫头特勋的奇数 令尹手下 众人无法驯服的猎马 在义渠亥手中 也得乖乖就范 只能说奇数了 令尹大人赵阳 也明白过味儿来了 你一个堂堂义渠王叔 给我送金银 送骏马 还送几个义渠卖将 就是为了这个王子的 此刻 义渠王叔展现了 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位 领导人的卓越能力 不禁懂中原的规矩 更是让义渠现状 深无痛绝 现任义渠王 不计咸阳之仇 甘坐服庸 再这样下去 会让义渠死无丧身之地 同时也展现了一波大局观 令尹大人 您也不想义渠 是秦国的服庸吧 见他又在 令尹大人 老脸一红 我为何不愿意看到啊 楚国群国素来交好 从无刀兵之争 宣奇 义渠王叔则语出惊人 身在草原 心在中原 另引这个老狐狸 微微一笑 楚国可以派兵 护送王子回国 王叔一看有门 更是天条件 还要相助王子主公 此一番言论 我们可以推断出 这位王叔轻装简从 从义渠跋涉千里 携带金银珠宝 渗入楚国境内 不仅洞悉七国政局 更是能权衡礼弊 堪称当事难出的大财 只可惜 他选择辅佐的对象 多少有点问题 这个跪在地上的年轻人 就是大清纵横 第一恋爱脑 义渠汉 面对楚国另引 全力辅助其复国的许诺 义渠汉 只有一句话 我不想回去 面对王叔的道德谴责 义渠汉 也只能跪在地上 说大仇不敢忘 只后来甘愿做敏丫头的狗呢 王叔此刻的脸都垮了 气不大一处来了数一日 另引大人 愿意帮你复国 还有帮你复仇 你说你回不回国 跪在地上的义渠汉 眼神一阵乱飞 心思全飘到蜜罐子身上去了 这王叔的义渠汉 算得上是亲力亲为了 亲自帮义渠汉收拾行囊 而义渠汉就突出一个恋爱脑上头 说说 嗨我还有事情未了 王叔一边收拾行囊 一边问 啥事 快说 义渠汉没直说 就说 认识了一帮朋友 想跟他们告别 哪来朋友 隐藏的台词 是让义渠汉 认清自己的身份 可义渠汉 突出一个闷闷不乐 更是探出脑袋卖萌 王叔啊 我在楚国认识一位姑娘 想带她回去 你什么老公 汉儿啊 你是不是走错书了 义渠汉直接上嘴脸 张嘴一句 不能为一个女子守信用 何以许国以成 这道德攻击 不能说是毫无破绽 也只能是 震惊 王叔 你一拳 王叔一看 行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 见一面得了 等你以后取得了王位 你再想着接回去 瞅着这一出息 刚刚得到米丫头救助的张仪 和一旁的王叔都呆滞了 两个腻歪了一会儿 义渠汉带着米丫头 直接上马 准备缠缠缠缠 翩翩飞 王叔秉持着 好不容易找到的王子 可别跑喽 开始追 张仪秉持着 我的饭票可别跑喽 一路狂追下 义渠汉被活捉了 此刻米丫头 也展现了非同一般的政治天赋 对着王叔一顿说出 什么 你无非想进了 义渠汉的身份 进行自己的政治目的 你以为你是谁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张仪此刻开始助攻 她是楚国公事之后 有了这个身份后 张仪寻思 就着王叔的手腕 你再说两句 咱俩全得玩犊子 干脆对王叔说 就让把她嫁给他国 做王妃 直接拉着米丫头开溜 王叔也顺着梯子往下爬 只有一群汉 还在进行霸总表演 而米丫头 则对失去的爱情 表现得漫不经心 只是对张仪说 我们俩的约定 还算数吗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三秒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